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周二发布 曼哈顿中城坠机案的初步调查结果 事故中死亡的飞行员迈克马克 在观察大雨又浓雾的天气状况两个小时后 出发前向工作人员表示 有20分钟空档能让他顺利从东34街的停机坪 飞回新泽西的林登机场 然而出发后不久 他就用无线电请求飞回东34街的停机坪 表示他当时不知道他在哪里 直升机在高度和速度接不稳的状态下 飞过东河后270度大转弯 最后坠机在第七大道的安慎公镇中心大楼顶端 死亡飞行员迈克马克在2004年获得飞行执照 有2805小时的飞行经验 该架直升机在5月才执行过安全检查 据悉调查还将持续下去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纽约报道